第18题 鲁夫一行人在庞克哈萨特的燃烧的土地上感受到炎热的气候 所在位置如右途哈特所标示的X处 且发现对岸正下的大雪 请问站在岸面鲁夫所感受到的强风为何 那我们晓得这边有一个热空气 热空气要上升 上升完之后呢空气就从外面补过来 然后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局部的环流系统 所以呢这个风是从海上来的 我们就称之为海风 所以我们说我们鲁夫所感受到的风向呢 应该是所谓的海风 所以第18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B海风